做买卖的还怕买主 卖就吃了 你卖吧 我卖不了 啥情况 告诉你啊 肉就在井里拿不出来 挪开磨盘不就拿出来了吗 挪开 看到关羽吹牛也不脸红 店小二得意的说 要是他能挪开此磨盘 便可认取井中的肉 挪呀 挪呀 挪开了肉全归你 在众人的见证下 关羽气韵丹田 双手跟卡钱似的 接着腰间积入群发力 再把磨盘挪动开后 随即扎好马步 双臂往上一推 当场就让店小二傻眼了 就在店小二想留时 关羽把他叫了回来 让他把肉割成小块 分给围观的群众 对此店小二只好信守承诺 心不甘情不愿的 将井中的肉取出后 在关羽的监督下 按照关羽的吩咐 便要把肉分给众人 关羽分肉的这一幕 恰巧让刘备看到 可是刘备并不嘴馋 没有上前领肉 此时分完肉的关羽 虽然很是纳闷 但没有上前交谈 而是返回他的摊位 继续买他的绿豆 可这时怒气冲冲的张飞 直接来到了关羽的摊前 在俩人对视一眼后 张飞抓起一把绿豆 接着单手用力 纯手工碾磨了起来 没用几秒钟的时间 就把绿豆磨成了豆粉 随即张飞脱下外套 就要跟关羽比试一下 在大庭广众之下 便出手开打 怎料刚一交手 就被关羽压制住了 要让关羽的老脸 都有些脸红 便要收起绿豆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怎料上头的张飞 却不依不饶 就在这时 看热闹的刘备 意识到两人武艺高强 心中便萌生了想法 等到两人的体力 消耗的差不多时 刘备迎来了 他的武力顶峰时刻 双手抓住关张的胳膊 硬生生的把二人分开后 又把他们的胳膊压了下去 这让关张二人 没了脾气 接着开启了忽悠模式 惺惺相惜的三人 也是一见如故 于是好交朋友的张飞 提议到他家里 去饮酒续谈 三人这一相遇后 豪情万丈的他们 也拉开了乱世纷争的序幕 在开怀倡议过后 刘备开始了洗脑工作 看到有成为英雄的机会 外加刘备的一顿忽悠 和给他们画的大饼 杀猪出身的张飞 和卖绿豆的关羽 稀里糊涂的 跟着刘备 打算一起打天下 那么刘备的创业 会顺利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谈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点赞 东乐与您一直相伴